好 觀眾朋友平安 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節目主持人潛子 介紹這一個小時的來賓 首先是資深媒體人秀涵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立法委員王鴻薇 潛子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張宇軒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觀眾朋友 我們來看看藍白聯手封殺 總預算案在我們的國會殿堂 今天出現了破口嗎 這是國民黨的立法委員羅庭偉 他投棄權 議事人員還特別來確認說 委員你不舉手嗎 他沒有舉手 他棄權 很多人擔心這就是破口 觀眾朋友我們來看看 羅庭偉 他說是有先跟黨團報備 有報告說他不會表態 他會投棄權票 那因為沈柏陽 他是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這一次並沒有出席 所以算一算票數有優勢 票數有優勢 所以黨團沒有強制投贊成 所以最後羅不算跑票 只是觀眾朋友 如果羅庭偉不跟黨團站在一起 接下來呢 有沒有可能變成破口 現在包括賴清德 包括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已經在鋪天蓋地的宣傳了 你們在黨這個總預算案 你們這些人如何如何 你這是一個破口 你有壓力別人都沒有壓力 是這樣嗎 34歲的羅庭偉是非常年輕的立法委員 過去擔任過台中的里長跟議員 因為得到了盧秀燕市長的強力輔選 加上民進黨派系有問題 所以他參選 第一次參選 非常幸運 他當選了 拿了十萬三千多票 比民進黨的對手多了一萬五千票 可是我們看到上一個會期 因為草野激烈的對撞 羅庭偉說選區有壓力 有人說要罷免他 所以其實他已經跟黨部說了 我可能不再配合做這些衝撞的動作了 希望淡化自己的黨派色彩 這件事情剛剛才發生 不過下午已經發酵了 您看到羅庭偉的粉磚 已經湧入了各種批評的聲浪 包括有人說 你的位子可以讓出來了 你要不要開記者會說清楚 讓大家 讓選民知道 這十萬個投你的人知道 為何要選你 那你這個年輕 對 你沒有 你沒錯 你年輕 可是你很有種 有種嗎 人家你旁邊的洋蔥英都比你有種 那另外小NONO 年紀輕輕 投氣全票 可見了 我覺得藍營現在已經氣炸了 已經大家開始 湧進他的粉磚在罵他了 那另外我們再來看看包括 這一次的朝野的工房 白銀發動的這一波是電價問題 大家知道台電不斷的虧損 說要漲電價 現在我們的這些政府官員 說是大家節約用電 節約用電 我們的電一定夠 自己有沒有節約 來看看 我不知道卓榮太在裡面幹嘛 他是在裡面挖比特幣嗎 你在裡面挖礦嗎 陳建仁的用電度數是15,440度 電費大概是10萬 卓榮太你跟他今年相同的事情 你用了19,360度 你用了19,360度 電費15萬 請我們的經濟部部長郭志輝 好好的來評論一下 對於真正的用電大戶卓榮太 你XX敢放一聲 好奇怪 卓榮太說我不知道 我沒有住進去 官邸我沒有住進去 怎麼會這樣 電費高達15萬 他說要安排電力檢查 那到底是有人在偷電 還是怎樣 還是漏電 台電說 不會針對個別用戶的用電量 做任何的評價 現在是怎樣 苦不能苦官員嗎 過去大家講說 苦不能苦小孩 可是我們看到我們政府官員 受不了苦 不能不吹冷氣 不行沒有電用 所以我們看到總預算案 遭到退回 台電現在這個牽液補助案 補助款還沒下來 所以電價可能 這個媒體報導說 可能會漲電價 有人說預估漲13% 所以好久之前 我們看到包括行政院 已經把水電費的預算編好編滿了 你看到包括明年政府的水電費 增加了25% 自己已經編好預算了 怕沒有電用 已經編好預算了 水電的預算已經增加了25%了 另外我們看到這些高官們 在廟堂上的豬公們 是不是已經離一般 小老百姓的生活太遠了 小老百姓心中知道說 可能會漲電價 那現在萬物起漲 只有薪水不漲的情況下 大家很省著電在用 非常的尊潔 你來看看這個例子 夏天好熱 電費難控 所以這些太太先生們 都是怎樣 早上起床把冷氣關掉 大概10點之後 可能是離風時間我再開 那下午比較涼就關掉 我很多同事是 晚上不敢開整夜的電 這個冷氣 都是設定兩個小時 四個小時 這個冷氣自動關機 就是要省電費 觀眾朋友 我們看看 包括這個總預算案被退回 卓奎說 拜託民進黨團加強協調 賴總統已經下令了 他說在野黨會受到 嚴厲的民意批判了 我不曉得 這個民意批判的程度到什麼程度 所以小羅很害怕 就不敢舉手 另外我們看到 包括老柯講說 這違憲 退回總預算違憲 要提示憲 吳思耀更是強力的說 你們這些在野黨 為了對抗民進黨 不惜毀了國家 好大的一頂帽子 你們毀了國家 來 洪偉姐請問 你們有在毀國家嗎 我們今天早上就有召開記者會 把過去 也就是包含柯建民 還有賴清德自己本身 擔任黨團幹部的時候 一樣的退回中央政府總預算 當時他的說法就是為了國家的進步發展 所以要退回國家 中央政府總預算 所以我就想問一下 難道只有賴清德當立委的時候 你可以退回中央政府總預算 但是今天你當了總統你就當了皇帝了嗎 如果在野黨今天要好好的去檢視你的預算的編列 然後就變成這是毀國 就是又是毀憲亂政的行為 所以今天退回總預算不是綠能你不能 不是只有你賴清德可以 柯建民可以 那其他的在野黨就不可以 然後呢現在就說 這個在我們上個禮拜退回政府總預算之後呢 他們開始鋪天蓋地了 開始用一些側翼網路上做懶人包做梗圖 那甚至有些影片就開始無限上綱 說這個在野黨現在刪除了這個老人的這個長照的預算 刪除了育兒津貼的預算 刪除了對青年的這個房租補助的預算 刪除了什麼社福預算 錯 這全部都是錯假訊息 那因為事實上在預算的這個工房裡面 那麼我們主要是針對第一個你法定的預算 比如說你在上一個會期 我們已經通過了就是原住民的禁法補償條例 這個是法定預算 你沒有編 你本來就應該要依法來編列 還有包含健保的點值的部分 這已經做成主決議 他也不編 那你不編的結果就是我想很多人都會感受到 就是你現在到醫院一床難求 那如果你沒有把它編足的話 那麼很多就是病床你根本都要不到 所以我們才希望說健保點值你應該要提高 這個已經在上個會期都已經通過的 包含你工糧的收購要提高等等 這個是很多農民所在乎的 好那你這些呢該編不編 結果呢你增加了2800億的預算 你知道明年比今年增加2800億 那結果他增加最多的是什麼 增加最多的是媒體宣傳行銷啊 增加最多的就是買軍售啊 跟美國買這些武器 還有增加什麼很多呢 就是電費 這就是卓榮泰 因為卓榮泰就是只是一個小縮影 各部會的電費都大幅增加 所以我們一毛錢的預算都沒有刪 一毛錢的預算都沒有刪 只是希望你退回你重新做檢討 那這個叫做什麼叫做刪預算呢 所以現在一堆錯假事情 比如說在裡面包含台電 所以台電說十月份 因為我等不到什麼千億的補助撥撥啊 那我就要調掌電價 你有事嗎 即便是我們現在按照我們現在的審查預算 最快最快到今年年底才會全部審查完預算 也就是台電的撥不金額 按照正常程序也是到年底才會通過 那請問你你十月份 你們審議委員會要召開 你又要調10%以上的電費 請問一下跟我們審預算有什麼關係呢 這就是只是把你們的問題 造成電價上漲缺電的問題 甩鍋到在野黨而已 所以我們必須要再跟大家講 就是說今天我們是嚴審一支預算 好好的把關 但是這些民進黨只是不停的 用錯假訊息來混淆是非而已 好 請教兵哥你怎麼看 包括這個所謂的總預算案 在野黨退回 程序委員會剛剛發生的事情 我看到藍營其實已經有些躁動了 羅庭偉會變成破口嗎 我覺得羅庭偉這個年輕人 他現在可能真的是想說 我如果保持中心一點 比較藍綠兩邊都比較得罪 我就保持中立棄權 這樣子人家就不會罷免我 我覺得如果他真的是這樣想 你就想得太天真了 民進黨是狼性政黨 所以你越是顯示你怕了 你這樣子會有用 人家越要弄你 因為你會怕在代表什麼 你自己都覺得 你對地方沒法掌握 你被人家如果發動罷免 你可能會倒 等於你用你自己的實際行動 在告訴民進黨這件事 如果我是民進黨 我當然就弄你 你懷疑嗎 你自己都會怕 我不弄你 要弄誰 就這麼簡單的一件事 其實本來對藍白來說 只要能夠守住 謝國良的基隆市 不要被罷免成功的話 基本上以目前的情況 看起來還滿樂觀的 搞不好這個贊成罷免 跟反對罷免的票數 會差距很大 那這樣子等於就是 給民進黨一個大夢棍 他們要發動罷免的可能性 都相對減低很多 結果你現在自己做出這種事情 那等於是告訴大家 我好怕 趕快來 趕快來罷免我 我怕得要死 那人家當然就來 你懷疑嗎 所以自己做了 自己要去承受 你竟然做出這個動作 要不然他就不要出席程序委員會 那他幹嘛出席了 然後又不表態 又不舉手 所以他能到以為他棄權 別人不會知道嗎 全世界都知道 議事人員還特地跑去問他說 委員你不舉手嗎 我講比較那一一點 你要不然你就看這演講戲 你拉肚子 或是怎麼樣 或是出車禍 或是怎麼樣 想辦法不去 結果你去了到現場 你直接在那邊投棄權票 這不會有人不知道 全世界都看到了 所以你自己要做這種決定 我告訴你這樣 絕對不可能討好民進黨的選民 民進黨的選民只會認為 好 你這麼軟 我就剛好捏你而已 所以羅庭偉你自己去承受吧 這個誰都救不了你 那左龍泰我就覺得很好笑 他告訴我們說他官邸 他一個月沒住幾天 每個禮拜住一兩天而已 那電費會高得這麼嚇人 因為他比去年的同時期的 那個 陳建仁 多了將近四千度 好奇怪喔 到底怎麼回事 四千度是差不多一個家庭 一年的用電量 而且我想說有些隨行人員 可是應該這個配備 都是一樣的吧 是啊 所以這個就很奇怪 朱衛錦難道 左龍泰上來之後大增 你是幹嘛 有人要對你怎麼樣嗎 不然的話幹嘛 還是最近因為黑神話 悟空很夯 所以柱衛錦都躲在裡頭打電動 不然的話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這當然要去查 我覺得這個左龍泰 要給我們合理的交代 不能只是 又是電器老舊 又是怎麼樣就糊弄過去 不要再用這種德性 趕快把問題查出來吧 一個月多 兩個月多五萬塊很嚇人 很可怕 是非常可怕 因為去年同時期 陳建仁才十萬 所以我覺得這個要趕快去查出來 這一年就差30萬 這很可怕的一個數字 然後台電現在在幹什麼你知道 台電就是故意在勒索民眾 就是反正你不給我補貼 我就長 就是這樣子 就硬要補貼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為什麼過去幾年 你都可以不補貼 然後你就不用長 這到底怎麼回事 政府還不是一樣到最後去補 到最後都是一樣的 所以有什麼道理 今年就一定非要漲電價不可 而且更不要講 為什麼要漲電價 為什麼台電虧省這麼厲害 就是你民進黨造成 民進黨的錯誤政策造成的懷疑嗎 所以我覺得 不要被他們這些恐嚇勒索所影響 在野黨就是要堅持立場 跟他們幹到底 因為他們現在就是拿民眾來要挾 就像洪威剛剛講的一樣 我看一堆人在那邊講說 軍公教你要注意 如果你今年沒辦法調3% 就是被在野黨害的 你要他們把預算都擋回去 軍公教你真的要想想看 誰在砍你們的退休金 誰在砍你們的退休福利 不就民進黨嗎 你以為民進黨會對你多好心 他砍你大的 然後給你一點小的 你就高興 千萬不要被他們騙了 那我必須講 我們這個卓奎 還好意思講說 我現在要拜託民進黨加強溝通 你先前死到哪裡去 你在編預算的時候 你不知道立法院上個會期 才通過的東西 你這次完全編都沒編 你不知道立法委員會反彈嗎 那如果你真的有 沒有辦法執行的苦衷 你為什麼不值錢 就去跟在野黨溝通 你人死到哪裡去了 所以你明知道 發生這件事 現在故意在那邊講說要溝通 你們根本就沒打算要溝通 我大概可以遇見這件事情 到最後就是走四線 看起來就是硬幹 對他們就是要硬幹 跟你硬幹到底 因為賴清德就是這不得性的人 他們要硬幹到底 然後如果在野黨示弱的話 那大概就兵敗如山倒了 來 請教宇軒 小羅也算我朋友 就算認識 那他其實前一陣子 就有要找我去他辦公室 那時候忙嘛 就沒去 那我知道他去一定是要聊 罷免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乾脆 趁這個機會跟他講 兩個概念 第一個小羅他怎麼當選的 小羅他當選是因為當時藍白河 OK 他那時候台中四小福 唯一就是他們 還特別跑到民眾黨 那時候柯文哲造勢場合外 然後跟他們喊一聲加油 就是撈那個邊際 因為國民黨那時候有黨紀 就是說你不能替民眾黨站台 但他們用這種方式 所以那時候他們吸取了大量的年輕選票 OK 這是小羅他當選的一個契機 那第二件事情他回了過頭來說 他說我棄權 那我問各位 他投票請問媒體會不會報導說 羅庭偉要把預算給退回 根本沒有人在乎 他如果不做這件事情 根本沒有人會注意到 民進黨的人也沒那麼無聊 沒有人會注意到 所以反過頭來 正是因為他棄權這個動作 所以才被看到的 那我看我今天包括我們TBS 或者說國民黨的人 已經對這件事情很分開 在野黨的人對這件事情 跟羅庭偉分開 但羅庭偉他做這個動作 他的訴求對象是誰 是民進黨 一直說你看我棄權了 我棄權了好不好 你們不要來罷免我 但你要回歸到罷免的本質 庭偉 罷免的本質是什麼 兩件事情 第一個你要打冷戰 要把你打熱戰 你打熱戰的話 就像基隆謝國良那樣子 我自己打他後面 我有實力 那庭偉 請問一下 你的盤比較大 還是民進黨的盤比較大 藍加白 應該是你的盤比較大 但你今天選擇這種做法 就說好 你們不要出來罷免我 拜託 我要打冷戰 因為我知道他焦慮很久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一直在煩惱這個事情 對 他為什麼一直在焦慮 對 他就一直焦慮 然後心審不寧 然後在黨團裡面 都一直就五分無天 你知道嗎 他就一直處於這個狀態 那我就跟你講白了 你要把冷戰熱戰 你今天選擇這種做法 就是說你要打冷戰對不對 那我跟你講你知道 什麼叫打冷戰嗎 就是你的藍白支持者 都不會摔頭 那你就期待民進黨 不要過門檻 那我跟你講天方夜談 他絕對把你吵到熱 看到你這個樣子絕對把你吵到熱 那你如果要打熱戰的話 你應該是要硬到底 因為當你今天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等於在宣告一件事情 我把國民黨的支持者當塑膠 就不管我怎麼 你們都會來打我 民眾黨也怎麼 不管我怎麼 你們都會來打我 所以你一直說 反正你都不用支持國民黨 你都不用面對你的民意 不用面對這些 原本支持你選上的人 反正怎樣他都會投你 你等於是把自己的支持者當塑膠 把民進黨的人當老服務在哄台 我現在講的這些無關意識形態 這是單純選舉責任政治 你要對於你自己的民意基礎負責 如同民進黨 我講白了 電費我其實就很簡單講一句話 請問一下今年他們總預算 有沒有往上調 有啊 當時店家調場的時候 他們跟我說什麼 說不會 沒有影響 要看你要選擇聰明的時間 聰明的時間 你的電費就不會調場 還可以省電 他們那時候跟我們講 結果主動態之後發生什麼狀況 快搞懂啊 你傑民即官 民眾全部電價 我跟你講做生意的人 小吃的人 到處都愛紅片 你們無所謂 為什麼 我們講價格彈性 價格彈性叫什麼 經濟學的價格彈性 民眾的價格彈性是什麼 很大 電價調場的時候 大家都冷氣不敢開 然後冰箱溫度調一下 然後冷氣溫度調一下 結果我們看到的是 你卓翁泰這些官員 花不是花你的錢 花公堂 所以幹嘛 官邸我跟你講 怎麼叫15萬 怎麼我一個月去兩天 那個官邸就是你管的 你負責的 你也官哭 你可以叫下面的人不要一直開 絕對是冷氣 一個月 整個月都這樣開下去 不然你怎麼會開到15萬 為什麼從10萬變15萬 因為理由很簡單 你們把電價調了 對你們來講無所謂 反正浪費我們的納稅錢 但是你們自己 叫民眾冷氣不准開 是 剛剛雨萱說 這個羅庭偉在程序委員會 不舉 沒有舉手 這件事情是要做給民進黨看 民進黨看到了 我們來看看 綠偉 這是林楚音 他說羅庭偉很棒 因為他明白地方建設的重要 好 我們進一下廣告 長者是寶 需要陪伴與照顧 一人一點力 愛就大無限